我跟你講 雞腳大家都吃過 北中南各地都有有名的雞腳 我跟你講 如果你台北人丟出這個東西 不好吃你吃 這一家雞腳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來上通告用片子 不會 真心譜片好不好 真心譜片 真心譜片是裡面專的新書 這一家雞腳它店在萬華 它本身是一家海鮮餐廳 非常有名的海鮮餐廳 但是你去它那邊吃飯 它一定會先端上一盆的這個雞腳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特別買這個雞腳 這是免費吃的 它是小菜你也可以外帶 你也可以另外買 它是小菜 但你可以另外買 它旁邊有一個小攤子 才有名它可以自己買回家 我為什麼要特別帶這一道來 是因為我覺得 我吃過北中南所有的 就一般的雞 但它比較大隻 你有沒有發現它 它很黑 它黑是因為雞爪本身就黑 烏骨雞 沒有 一般的也是黑 有一些 沒有 你看過的有一些是 它已經滷到很透了 所以它顏色變成美激 沒有啦 老麥克風 沒有吧 沒有嗎 原來是說 紅色的啦 快點啦 阿布 我嚴重的懷疑你 騙通看騙到 我到底吃不到雞腳 就是 雞腳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吃 我們這邊一直都要吃過多少雞腳 不是 它這邊也沒那麼黑 你不能以為你去過麥當勞 你就知道雞腳什麼樣 不是 它是哪個樣子嗎 雞腳而已 我們雞腳 好 不討論這個 好 我吃 QQ的皮 你要吃這一種 我吃 而且臉色並不是相當的愉悅 你整個塞下去真的會比較 對 嘗嘗 畫的 它的皮還是可以很軟的 對 是非常畫的 它的皮還是軟 但是你還是可以嘗出它那個味道 對 所以是軟的嗎 軟的 它的那個筋很厚 我們以前吃得比較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比較緊 不是 它的那個雞爪好像 它整個就比較結實比較厚 整個爪子就厚 肉很厚 我們吃那個比較薄 又燉得比較久 就比較畫得薄薄的 那就是選擇雞的問題 雞的問題 而且你在一般外面買到的 都是這種香蕉吃的 你看這隻手掌有多大 跟熊掌一樣 肉其實真的很畫 你仔細看它雞像熊掌 雞裡面的熊掌 好大雞爪 我們以前吃雞巧都在啃骨頭 可是這是很多肉 這是中間光 這肉就有點像熊掌 那的確是有肉的 就不會是飼料雞 對啦 就是你不是一直在那個 吸骨頭而已 你可以吃到好多結實肉